一束雷射光从侧面射到一个玻璃 折射过后,珠出去了 经过两次的折射 请问你它最有可能是哪一个 这个如果你知道一个观念 其实就可以非常快的找出答案来 不过这是第一次我们就好好的话 也没关系 今天雷射光从空气射到玻璃 请记得一件事 树大脚大,树小脚小 这个玻璃比较密切值 所以传递的比较慢 角度要变小 角度变小,所以是接近法线 所以这个角度要变小 接近法线 再从这个里面射出去 又变成速度快,角度大 所以要远离法线 远离法线 可是现在这一条到底要怎么画呢 糟糕了 告诉你一个秘密 很简单的一件事 这一条跟这一条要平行 平行 平行的原因是因为 光的可逆 这样懂的吗 所以只有S有可能看起来跟路射光平行 选B 给大家看起来